去吧 搓什么牙花子呀 牙疼啊 和你这么一比啊 我果然是无产接近 但阿林 张晓凡可真够狠啊 他已经快把你掏空了 这一出手啊 比蒋肖还狠 你们就告诉我 我这些东西折成现金 一共是多少钱 其实你现金没多少钱 除了你名下的这些 股票啊房产啊 也就 不太好算 行行行行 那你就告诉我 我赔完张晓凡之后 还剩多少 说呀 除了你名下这套房子 和你楼下那台车呢 基本上 没收什么了 好 你叹什么气啊 你叹什么气啊 我看大压力那个样子 我这心里 如果说不出的滋味 我也是 我这心里 总觉得凉索索 你说这小凡 要是真这么闹下去呢 他们俩闹上法庭了 大压力可什么都没了 说得是 你们家蒋欣尧怎么样 也是步步逼近啊 也是步步逼近啊 从这样下去 我肯定就会成第二个大压力了 不会吧 真的 没跟你开玩笑 大明 找个大吃饭吧 我请你 先生 你们在一起了 谢谢 不客气 大明 有件事你替我想想 说 你说 要是我跟赵亚同提出分财产 他会不会因为这事一犹豫 我们俩就有可能复合呀 你怎么突然间有这种想法呀 我这不是看着你们俩 也因为这事离不成了 我想我跟亚同之间 是不是有可能也不理 不是 你到底是想离呀 还是想合呀 说实话 我不想离 好了 我跟你说 这赵亚同可不比张晓凡 张晓凡那么温柔 协手一个女人 冰极了你看看 把离心里弄得多惨 赵亚同可比张晓凡比较悍 你小心十得其盼 最后你后悔都来不及 那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六十五主动 还想问你我该怎么办 别去 我就是因为没招了 所以想让你帮我出主意 我就不明白了 你跟赵亚同问题 到底出现在哪儿啊 一没有家庭暴力 二没有作父问题 三呢也没有感情问题 无非就是他妈嫌你赚钱不够多呗 那你就多赚点钱给他妈看看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在我这儿看来 我觉得赵亚同对你还是挺有感情的 只要赵亚同对你有感情 他妈那边就不是个事了 吃饭吧 行啊 我再走不走啊 儿子你回来了 怎么了这是 没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出什么事了 今儿大家离 要离婚了 我帮她清点财产 准备赔给张晓凡的 要赔多少啊 五百万 我的天哪 这张晓凡她是不是也太狠点了 这离心被那爸扫地出门了 所以这些钱呢 就得她一个人赔 基本上已经经家荡产了 我今儿看离心那样 就跟赵静子似的 也许过两天 我就快成第二个离心了 不会的儿子 不会的 别这么想啊 其实 离心还好 她的房子她的车她的钱 都是她父母给的 她怕什么呀 可我呢 我的房子 我的车 我的存款 都是我一滴血一滴汗震来的 你说得对 咱们求人家离不起婚 好 离心除了那套房子之外呢 清算了所有的家产 结果能赔付出来的现金 还不到四百万 她说如果你坚持要五百万的话 她就把她那辆车抵押给你 但是她还想留一处房子 自己住 我不要她的车 对 我们不要车 不要车干嘛呀 在这儿现在这车 油 这车位都蹭蹭往上涨 她那车还还改装过 我把车弄回来是车养着我 我养着车呀 你告诉她吧我们就要钱 好 那我就这么回复她 等等 安律师 麻烦你告诉离心 让她有多少就赔多少吧 小凡 这这书哪能掉链子呀 怎么叫有多少赔多少啊 你这是一锤子买卖 过来村子都没这店 到时候你跟谁要去呀 安律师 你回去你告诉她啊 她是卖房子也好 卖车也好 跟我们没任何关系 我们就要钱 差一分都不行 否则他们就法庭上见 我就要求法官对她强制执行 安律师按我说的办 好 不送了 这不就不送你啊 安律师 那门给我代言了 对 小凡那怎么回事 你怎么心软了 这决定的事就得做呀 你对这你 你对离心那小子 一点幻想都不应该有 妈 我跟离心 毕竟做了四五个月的夫妻 你小的时候不是经常跟我说吗 得饶人处且饶人 咱们不要逼人太深了 对吧 大明说得对 我和亚童的症结就在于 她妈妈嫌我不会赚钱 那我就去找工作 做点成绩给亚童 还有她妈妈看 别人能吃得苦我也能 等我做出成绩给亚童看到了 她妈妈自然就闭嘴了 干嘛呀 哥们 刚才那份报纸呢 哪份啊 就是我招工启事那份 走 喂 你在 郫学 webinars 晓韩说了 她愿意放你一马 你有多少就赔多少吧 她明天就去和你办个 迪婚准 Dia 好的 好 那明天上午十点 民政局门口见 好的 小凡 走出这个门 对你来说就是新的开始了 好好生活吧 谢谢你 阿女士 祝你好运 好 小白 你要的钱都在这里边了 从今天起 我们就聊天了 那就是不够 我车也开走了 不用了 我恨那辆车 你恨我吗 恨你 恨你 老子又是一个人了 老子又是一个人了 可我们影楼已经有摄影师了 老板 我只求一份工作 我可以从最简单的摄影柱里开始做起 成 好 那你来吧 谢谢 谢谢 我还有一个请求 说吧 咱们公司有没有宿舍可以给我住啊 没有 没有 不过呢 我在前套小区有一套移居室 如果需要可以租给你 第一队房租就免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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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来上班 哎 谢谢老板 嗯 坐这儿吧 怎么样 比云仙那个强多了吧 挺靠谱的 我还以为多少东西呢 我特意请假跑过来一趟 我好多东西还没买呢 最近哥们手头有点紧 我把你叫过来 就是想为你借点钱 你给我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还特地叫我跑过来一趟 走 我给你去 哎 兄弟 谢谢啊 我挣着钱一定第一个还你 跟我还客气 喂 说话 没有 我跟浩子在一起呢 行 我们俩一会儿过去 啊 谁啊 还能有谁 李欣呗 喝小饭离了 我估计她现在应该挺郁闷的 咱都过去陪陪她 必须的 走 走 大家离啊 离就离呗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别难受了 难受 你哪支人去看到我难受啊 我一点都不难受 我自由啊 自由万岁 你知道我走出民政局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吗 我有一种无比轻松的感觉 我解放 还装 在哥们面前没必要撑着 谁装啊 我没装 你在装 你们俩看见我自由了 你们羡慕 我们羡慕你 我们还是撑着呢 喝酒 没酒了 别喝了 我出去买去 你要想喝 改天我陪你好好喝 我就是想喝 给你 喝吧 前两天 我有爹有妈 有房有车 有老婆有孩子 现在 别骂不骂我 老婆离婚了 孩子流产了 知不知道什么叫孤家寡人 我现在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 以后你们见了我 都要跪下叫我皇上 因为我是寡人 来 是 是 让奴才伺候陛下就寝吧 来 陛下 这屁 我睡得着 我儿子没了好 我儿子没了 要你 你能睡得着 至少你还有个儿子 跟我呢 行了 你们有我惨吗 我是被人轰出来的 我现在住的是合租房 我有上顿没下顿 谁比我惨呢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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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说过一句话了没有啊 那就 喝点 我去来酒 哪儿呢 我去哪儿呢 我去哪儿呢 你哪儿这么吸他呢 酒 到哪儿喝去 喝这么多 这跟谁呀 离心今天离婚了 他真离了 离了 离了 那你这是为了离心 还是为了什么别的呀 我也不知道 我今儿心里堵堵了 心里特别的难受 儿子 你要是不想离婚 那你就去找新尧 好好谈谈吧 好 妈 妈 这里面要是心痕去了 男人 男人都喊不顾堵 儿子别这么说 这么说妈妈心里喊不顾 亲家母来了 赶紧嘞 赶紧客气 你还叫我亲家母啊 这大明和新尧不是还没理吗 是啊 是啊 我知道你病了 早就应该来看看您 可是你也知道 我这人吧 家里家外事挺多的 所以拖到现在 真是抱歉了 瞧你客气的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今儿来有什么事吗 那你们先聊聊吧 我进去出去挡过水去 对不住了啊 没事 来 说吧 这两个孩子 真要离啊 那不是大明提出来的吗 那您也同意他们俩离啊 我怎么会赞成呢 这离婚的事 大明把话说得那么绝 我有什么办法 信耀妈妈 你看 咱们啊 是普通人家 这离婚 总不是件光彩的事 我觉得吧 能不离 还是别让他们离吧 你看呢 这是您的意思 还是大明的意思呀 那都不重要 我 我是想问问吧 我媳妇 星瑶她是什么意思 星瑶 我实话跟你说 星瑶还是很喜欢大明的 但是我不能打包票 只要大明能回心转意 我可以试试 劝劝我闺女 真的 那还有假呀 谁愿意自己的闺女 成耳魂呢 那这太好了 太好了 那咱们就分别劝劝 咱们家的孩子 尽可能地让他们不要理 你看好不好 成文 不理了 谁的意思啊 其实这个蒋新瑶 他提出那么苛刻的 离婚条件 他就是不想离呀 他希望你啊 知难而退 自动地放弃 哎 儿子 这么长时间 你辛辛苦苦的 现在买了房子 也买了车 这好日子 眼看就过起来了 可是你现在要是一离婚 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可是他骗我 他们全家人都在骗我 他骗你 有那个大夫 误诊的原因 辛瑶他也确实出现了 甲韵的症状 他不是存心骗你的 妈 你怎么 突然间像着他们家了 谁听了这种事情 能不激动啊 不过过后咱们 咱们还得冷静考虑问题 不是吗 辛瑶甲韵不是他的错 我不怪他 我伤心的是 他知道真相以后 为什么还要继续骗我 这都是他妈妈窜瞪的 他现在知道错了 想跟你道歉 可是你不接受 你也不理他呀 儿子 你就听妈妈一句话吧 这个婚 咱们离不起 这叫什么话呀 除非你想净身出户 那就净身出户吧 你这么坚决地离婚 除了他骗你以外 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是不是还有谁呀 什么谁呀 那就是那个方婷啊 跟人家方婷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你们都觉得 我跟方婷有事呢 那你跟那个江欣耀 那到底还有没有感情呢 儿子 一日夫妻百日恩 还是妈妈那句话 咱们能不离 还是别离吧 你看那个离心 他现在又多惨呢 妈 说让我骗王明轩的是你 让我跟他离婚的是你 让我问他要赡养费的是你 现在你不同意离婚的又是你 你到底要干吗呀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 我不想让你怎么样 这不是你婆婆主动来 跟咱们那个服软示弱吗 我估计你婆婆来呀 就是代表大名的意思 我觉得你要是能过下去 就别想离婚的事了 说出去也不好听 妈您可真逗 现在谁还在乎这个呀 我在乎 你妈我在乎 我们做长辈的都在乎 你在乎有什么用啊 谁在乎也没有用 王明轩现在是铁了心要离婚 那她妈刚才跟我说 她回去劝大名了 我今儿啊 也把话给你挑明了 只要你跟大名还有一线希望 就别想着跟她离婚 你要是非得离啊 这病我不治了 我马上出院了 妈你 你永远是这样 这儿一出那儿一出 想什么就得试什么 给我安排生活安排计划 我要是不听您的 您就寻死觅活的 您知不知道 已经破碎的婚姻 您想要再复合有多难啊 那是不可能的事 什么叫破碎的婚姻啊 每次说到大名 跟大名离婚的时候 你都说你还爱她是吗 我没念到吧 对 我是没说过我不爱她 那不就得了吗 你要是爱她 就得好好跟她过日子 就得继续跟她过日子 你们知道王明轩是怎么想的吗 她要是没想明白 她妈能来吗 她妈能来跟我们妥协吗 可是 没什么可视的 我就不愿意年轻轻的就是二婚 离婚的事你别想了 赶紧跟大名生个孩子 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行呢 我的意思啊 也表达完了 电梯在左边 去二楼换中式那套礼服 一会儿见啊 谢谢师傅 老浩 老板 这儿你工资 这么多 还记得前两天摄影师生病了 你替她派你集组婚纱照 人家客户非常满意 指明道姓地表扬你 这儿你该得的 谢谢 继续努力 你倒是快点啊 您别催啊 让人等不合适 本来我就不想去 你 你怎么说话呢 本来就是 我这儿还没离呢 想什么心啊 那是早晚的事啊 啊 一会儿见面 别给人家脸色看啊 郭靳靓 嗯 几天前我不说话行了吧 这就是我女儿亚童 亚童 这就是林楠 女儿 是林楠 刚从德国毕业回来呀 她爸爸是咱们市的 中级法院院长 好 喜欢吃点什么 随便点 平时都喜欢吃点什么 说话呀 您不不让我说话吗 不行 那亚童不点 要不我来 我来点吧 那好 那你就代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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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做什么工作 现在在一家外企 做副总经理 哦 副总经理啊 好好 好 你妈找你糖果了 我也真想问你呢 这是你妈的意思 还是我妈的意思 我妈的意思 那你呢 你是怎么想的 你是怎么想的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 我妈以死相逼 我没什么想法 听你的吧 我妈也一样 跟我摆事实讲道理 弄得我都 行 要不咱们两个 咱们两个就凑合吧 凑合 你别小看这两个字 其实挺有生活哲理的 你好好想想 两个人在一起 生活十几年 几十年 能不凡吗 是吗 我觉得 生活就是凑合 凑合就货 说实话 当初咱们两个离婚 不给你赔偿 对你挺不公平的 毕竟是我要提出离婚的 可是欣妖 你让我把 辛辛苦苦工的房子 赔给你 我真的赔不起 我不是离心 我真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的血汗姐 你应该知道 大明 咱们俩当初结婚 是因为我爱你 你也爱我 但是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我知道 我也懂了 光有爱是不够的 可是咱们俩走到今天这步 责任不都在乎 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 你找到做别人丈夫的责任感了吗 我不想提方婷 我现在也不想去怀疑你们有什么 可是当方婷出现的时候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考虑过你的责任在哪儿吗 你不说话 说明你还能反思自己 至少没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说这些有用吗 能挽回我们的婚姻 我现在不想这个 我妈的身体最重要 那 我们就先不离了 那我能回家住吗 那也是你的家 你要回 我有什么资格拦着 那行 就这么着吧 我回公司上班 你们都准备几套方案 和王明山商量商量 好 请进 不好意思 小学生我来晚了 你最近怎么不是迟到就早退啊 是是是 这下午要去跟东湖谈合作的事 你怎么才回来 徐总 我下午可能去不了了 我家里搬家 你又搬家 家里这不有点事吗 你看 大明 你不能因为老是家里有事 就影响工作 是 关总前几天已经很不高兴了 我还跟你说好话呢 你可别老掉链子 徐总 你看 我这家里有事我也心不在焉呢 要是陪您去谈判的话 是吧 方婷 方婷可以啊 方婷 我 行行行 我带方婷去吧 方婷 你准备准备 下午跟我去东湖 好 你又要搬家了 往哪儿搬啊 往家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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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离婚了 离不起啊 离不起 人家是没钱结婚 我呢 是没钱离婚 我承认我输了 怎么过不是一辈子 是吧 就为了一套房子 就不离婚了 那看来 你还真是没有人家离心洒脱啊 我是想像离心一样洒脱 可我得有这条件啊 人家离心房子出的都是他爸给的 我呢 我所有的东西都我自己辛辛苦苦挣的 我舍不得 那你觉得 破禁能重圆吗 既是重圆的话 那那条裂痕 能抹去吗 破就破了吧 只要能照人家行 我断定呢 你还得再搬一次假 因为你是一个不能将就的人 我看没必 那咱们就打一个毒 撒地呢 回来了 我帮你吧 我帮你吧 不用 这点东西我帮你吃 你晚上在这里吃饭吗 这里 不时的 晚上有人请客 好 走吧 好 有事啊 没事 没水了 没水了 那个可能没有热水了 我给你烧点吧 不用不用 我快点聊那就行 那个什么那个 我先睡了 我玩会儿游戏 别玩太晚 来 你 文昊 文昊 你好歹也是个爷们 痛快点 换对方一个自由身吧 师父 那儿 华子 差不多了 咱撤了 不是 你的局听你的呀 不是 怎么就是我的局呢 不是 这不 专门为你离婚摆的局吗 你这样 今天 你先把单买了 改天我还你 行吗 服务员 来 那个他买单 先生 你 先生 一共是三千八百四 怎么这么贵啊 我是你们老会员 打折没有 好 安心打扒这儿了 那你这样吧 你 你先出去 我们再玩会儿 一会儿买单 好吗 行 好 好 伟大明 大压力 现在几点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有点急事 找你救命 小伙伴 别着急啊 我出去过去 不好意思 吵着你了 出什么事了 这么着急出门 打零喝酒没带钱 人家不让他走 我去看看 那你慢点开车 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给我打电话 我带钥匙了 你不用等我了 好 你这都困了 干吗呀 今天不是说好你买单的吗 我什么时候说了呀 你赶紧买单 没看他叫做困了 你就请我一次 好吧 就这一次 不是 你的局凭什么我请啊 张黄 你摸摸自己良心好不好 哪次不是我买单 几千几万的我眨过也没有 今天你就请我一次 废话少说 赶紧买单 怎么着 咱们俩凑凑 AA制 行吗 你带呀 没钱 你买不买 不买 你买不买 干吗 放开 给我 放开啊 别被我动手啊 不买是吗 行 你不买 我也不买 我们俩就这么耗着 看谁耗得过谁 耗着就耗着 谁怕谁啊 先生 你们俩到底谁买单 他 他 你们俩到底谁钱呢 他 他 他 我跟你说 你干吗呀 干吗 来来来来 扣啊 别疯了 把手放开 放开 怎么了 买单呀 买单你动什么手啊 没密码 走啊 早这样不就完了 你费什么话呀你 好意思吗 大力平是怎么对你 当什么九肉朋友你 赶紧走 拜拜 李大少爷 看什么看呀赶紧走吧 那混什么酒喝呀 好玩吗 谢谢 你问你没钱 你喝什么大酒啊 不喝酒 不喝酒我能干吗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 行 我送你回家 钱你全会的花年 你还喝呀 我拿衣服 还没睡啊 不是不让你等了吗 我有钥匙 担心你啊 大鸣 咱们俩谈谈吧 现在 不是现在 明天 明天行吗 再不谈的话 我快别疯了 行 那就明天谈吧 我先睡了 好 睡吧 我先睡吧 起来啦 吃早饭吗 你不是有事跟我说吗 你不是也有话跟我说吗 你不是也有话跟我说吗 行 我觉着我们两个 我回来了 妈 妈 你怎么回来了 是我自己办的出院手续 你怎么回来了